我们什么计划 计划不是要航拍市场吗 先去市场是吧 先把肚子填饱了才会欠 好 来到市场去吃早餐 市场叫巴拉巴寿 我们一般都挖美的巴拉巴寿 主要是越南人搞的 以越南人为主 以越南 当地人为主 当地人为主 也不知道是不是寄莫新科 但是我就是以 一言之内 就是要政府顾免的 早前中国人合伙 就是说来投资 中国人来这边考察 感觉就是一个了不难的地方 就走了 后面就找了那个 一来年来合伙 刚开始整个市场就 不到许个集装箱 就在那里卖货 卖货到十多年的时间 就是这么大 世界很厉害的 现在越南老板撤走 现在就是 因为当时一间打仗 那个寄莫新科倒台了嘛 倒台了以后 整个市场就大家 想瓜分这个市场 所有的基辅医研啊 什么东西类的 想要这个市场 本来挺快的 我一直整个 这边投资的那些越南人 全部撤回去了 撤回他们越南国了 现在越南他们那些也是相当富有的 跟台平在乎不熟的这些 欧洲第二大提发市场 对对对 那第一大我亲了 不知道在哪里 先去吃完粉 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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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卷是吧 春卷 好吃 因为他这个老乡住在大姐他们家 我们看他每天在那捡粉 就是做这个粉的时候他做的特别的细致 即使把牛肉拿来切的时候 中间那个丝都要弄掉 因为那个粉是机器切的 有一些他没有切的不均匀 他把同样宽度的留下 把切的不均匀的 比如说宽一点的或者是过窄的都挑出来 所以呢他家的生意特别好 然后说做了好多年了 生意一直都很好 当然同样也有模仿他做的 但是就是做不过他 所以我觉得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你给他说啥 我说你刚才在给他们打广告了 然后他怎么说 他说你千万不要再给我打广告了 我快累死了 生意太好了用不着广告 他说我快累死了 你千万不要再给我打广告了 这是他们自己调的这种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调的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手 后卖的 后卖的 加柠檬 跟云南有些地方的吃法是一样的 尝一下这个味道 其实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吃这种粉了 而且是同一种粉 我一般最喜欢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一样就可以了 所以不想尝试其他的了 好吃 真的好吃 这个市场建了多少年了 十来年吧 十来年 我看这个面积超级大 刚刚航拍了一下 我看整个的面积 你在这个市场上 我个人认为你逛一个多星期都逛不完的 一个多星期都逛不完 对一个多星期逛不完的 因为他每个片期每个千期的 卖的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 他本身这个市场刚建的时候 他就几个集装箱 就不到几个集装箱 就到货运的集装箱 往那地铁壳100 就习来年时间变化的这么大 其实这一片都拆掉了 很多拆了以前更大 哇 每一个产品就义乌上 整个市场所有的产品都有 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在这里卖 土耳其啊 反正越南的食品啊 乱七八糟都有 很多很多 但是大多数还是 中国的商品更多一些是吧 对 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更合理一点 嗯 大家能接受 那这就是乌克兰版的义乌 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们当地人认可的还是土耳其货 土耳其货 对 贵但价格过关 哦 中国便宜价格不过关 为什么呢 因为太便宜了 本身就是义乌货 就是便宜货嘛 嗯 便宜货的价格不是太过关的 嗯 因为你在中间呢 你又有那个厂家的 还有那个装备的 还有清关的 嗯 那加上这边摆摊 又要做 支点钱的 所以你一定要压到最低 压到最低 你那个几样是上不去了 对 那里土耳其 它便宜走得比较近 啊 这运货上呢 有一点就比较便宜 地域上面比较近 交通的运输费就低了 对对对对 再加上他们不需要花整个柜 所以可以说是几个地方走过来 嗯 所以他们的质量是OK 但价格是比较中国宽好几倍的 哦 那这是地缘优势哈 这个没办法 如果说你用同样的价格 在咱中国买这个产品 一样也能买到好的 说不定更好 哦 但是这个利润就没有了 哦 做一个生意年肯定是利润摆第一的 对 这边是服装区 对 这边就是当地人 中国人在这边自己办的加工厂 做的当地生产 所有的材料全部从中国进过来 哦 就是从中国进材料 直接在这边当地加工 对 我现在带你去 我有个老乡 中文卖这个布料啊 布料之类的 带你去那个偏旗看一下 哦 我打声招呼哈 嗯 他们越南的吧 他们越南的 他们越南的 对越南他是 因为我 他问我今天有没有新货 我说有的有的 他说整个过段时间会跟我联系 哦 看来你对这个市场超级熟悉哈 相当熟悉 熟人也超级多啊 我做了十几年了 嗯 相当熟悉 对这个市场 但是我会经常做朋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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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市场出国越南人 中国人 还有其他国家人在这边做生意吧 好多好多啊 三拜疆 印度 哎 阿富汗估计 嗯 阿富汗 哥利比亚这边还有多好多 哦 差不多每个国家人都有 这个市场太大了 嗯 那你一个多星期你都怪不完 欧洲第二大是吧 对 我在这市场待了十几年了 可我经常迷路的 我经常迷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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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这都是一路化 都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 一眼就能看出来 大利松山的那里 一眼都能看出来 这些都全部以披花为主 整个市场都是以披花为主 这些都是零售 但比较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以披花为主 像这些都是中途 这些都是以披花为主 到广州自己是去的库存 收库存货 到这边买卖 就原来 现在停车的地方 原来也都是干满的 对 都是满的 拆掉了 前拆掉了 因为车 以前没那么多车嘛 最近这两年的西家车太大了 所以每个来西厂那天都开了辆车 每个都用停车 然后把这边商店停开了 这边停开了 那边停开了 那边开了 那边停车厂 以前进来的人 要么坐地铁 公交 还有那个大发车 都外面行驶的 坐大发车吧 嗯 要么都捕获了 像这个当地的捕获了 就是坐地铁 坐公交 没有那么多西家车 所以这几年 说是布克兰球 可是西家车算是越来越多 哈哈哈哈 他们比较注重生活质量 就是并不是说是 可能手里没存钱 但是生活质量可以 对 生活质量就是说 这是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文化 对 还有就是说 他们不像咱中国人 存钱 有这个存钱的时段 每天就是挣完 花完 挣完 他们工就是当天花了 嗯 今天打完工要当天花 给他当天就花了 嗯 第二天再来 没有这个存钱概念 活在当下 对 活在当天 活在当天 哈哈哈 活在此刻 哈哈哈 这边全是布料 这边全是布料 全都是布料 反正去我手机 做布料的 有一个那个 有两个头部的 有一个相当大相当大的 但是我从哪里见过他 他几块货不开店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老师在这里 就是这些布料 就直接到当地的工厂里面加工 做成衣服 对 他们会来买 因为哈尔科夫它也是重工业 应该清工业也有 清工业 从重工业可能转型到清工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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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常在这里加工所有材料才是过来的 哦 你说是正工业到清工业转型也就这几年吗 也就这几年 就打仗过后 Hello 你好 是他吗 他在这里坐在这里 谢谢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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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的秋葵 哇 还有糖呀 有糖招待 你们家也是做布料的吗 有拉链 我看有拉链呀 小的小的布料 你们的话一般是固定供货的 固定供货 对 固定的客户 固定长期来拿的 我这家订的布料材料长期来拿 我代替我老乡说了 害怕就扣了 那应该受疫情影响都不是很严重 因为它是固定的供货 比如说是直接针对也大 相当相当大 不是一般的行为 是相当大 以前可能有量 我可能疫情之前我能卖2000条 疫情过后我只能卖五百八百条 但是你生命必须要继续 因为毕竟老公不客在这边 所以你必须要继续打 等于就是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在一个关节 在一个节骨点上出了问题 其他的也受到影响 对 再加上你因为你战争 再加上战争 疫情 那肯定了 现在在另一个国家都一样了 所以你在这边哪怕就是说 我能齐平生活会 店都会继续下去 哪怕是稍微便宜一点都会继续 能齐平生活费 店费 都是很好 对 都已经升得不错了 是不 没说错吧 哈哈哈 还是你了解 就不用问老板了 老板估计跟你说的是 跟你说的一样的 他害怕镜头 因为老板不在这里 老板是他叔叔 他叔叔有很多 每个差不多墨西克 郭兰多 有他们的生意 他是主派在这边的 总管理 CEO 他说我们你的话 我吵了 还要夸一夸 他比较少一点 他以前在墨西克 郭兰多一点 以前在俄罗斯 到这边过来三四年 那语言就不是问题 都一样的这边 这边跟那边 卖货不需要太多语言 嗯 这是雇人 把货看好 让自己进度就可以了 其实卖货不需要太多语言 你可以帮我问他吗 我说你在这边工作感觉怎么样 他说很好 可以了 没问题 嗯 他说我拿在这里怎么样 他说很好 可以了 没问题 嗯 很多 很多 你现在已经拿到这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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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拿到这边了 你现在拿到这边了 多少钱 多少钱 18 1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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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18年 但是他选择在我老乡这店里工作 哦 他在18年当中 他转换了很多工作 嗯 后面他选择在我老乡这店里面 哦 这个西厂 他说从建西厂到现在18年时间 他当于18年了 那就是老市场人了 对 老 老油条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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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今天的人比较少一点 一般是你说 你告诉我是周二是吧 今天是周二 周二市场是没人的 星期一 星期四 星期一和星期四 对 因为昨天我同样来了 我看到超级多的人 有的地方还要排队 对对对对 哦 星期五是休息 星期二是属于人家店里面卖货来整理 嗯 整理货再加上一些零售啊 还有当地的一些小批刀过来补一下 这样子 那这个市场算得上是乌克兰最大的这个集散贸易的一个市场吗 不算 不算 那最大的是在哪里 最大的如果说货源量最大的是在奥德萨 还有一个是靠近那个切洛呼 这个怎么说 这是靠近 靠近波兰那边的 靠近波兰那边一个 有个跟这 列罗夫那边的 不是列罗夫 嗯 靠近罗马里亚的 切洛呼 等一下回去我跟你说一下 哦 那边有一个 一个城市跟这个巴拉巴差不多大 哦 但是这个巴拉巴说比较大 哦 这边只是供应靠近俄罗西拉 这边的 那边那个市场就靠近 列罗夫啊 罗夫罗啊 那边 嗯 因为我昨天看到不是有大巴车过来吗 我问你那是干嘛的 你说是 附近 就是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人 对 专门坐大巴过来到这里进货的 对对对对 哦 那就是等于是一个大的一个批发 综合集散市场 对对对 比较大的 还不细算 OK 关于乌克兰和尔科夫市场的这期视频 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视频 拜拜